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什么 口味在不香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就会变成一个另外一种趋势 就是越吃口味越重 在口味重的情况之下 吃起的香的这种感觉可能有所改善 驱使他下一次更加采用重口味的方式 来获得这种改善的一个延续 这件事情我确实有体会的 我家里有个亲人 一个老人家 我是看着他口感一点点发生了变 从非常喜欢吃和能吃东西 变成了一点点不能吃 或者吃的量很少 就是因为他觉得没味 实际上这个食物里头 已经放进了足够的调味品 所以后来他到什么程度 这么一罐子的糖 每天要吃大半罐子 盐 恨不得拿一个大勺子这么崴着往里放 才能感受到一点点他愿意的味道 这是我深刻地体会到 这件事情的不可逆转性 而重口味会带来 麻烦 什么麻烦呢 简而言之 是全身脏气加速老化 我讲这话似乎各位觉得有点深 其实确实是这么回事 什么叫口味重 它无非是几样东西多 盐吃多了叫口味重 油吃多了叫口味重 辣的吃多了叫口味重 糖吃多了叫口味重 这些东西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 血管开始先老化 心脏可能开始老化 一些重要的脏气老化 其带来的结果 由内而外整个人衰老过程加速 这件事情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余老师 这个我特有体会 我就有过敏性必然 每次犯病的时候 吃饭都美味 照平常就口重 本来我自己没有什么察觉 后来家里人都发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松的 가서市里面 宝贝 Mis